机制砂是经过破碎、制砂、筛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而成的砂 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石粉等杂质,影响混凝土的质量 因此,很多人会问,破碎后的机制砂是否需要清洗?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清洗?使用什么洗砂机设备? 接下来,我们就大家的常见问题进行解答 机制砂需要水洗吗?什么情况下必须水洗? 机制砂不一定需要清洗 这取决于用户加工机制砂的原材料和使用方式 如果机制砂的标准要求较高,则需要清洗 因为含泥量较大的原料,通过设备加工后的机制砂仍然含有大量杂质 纯度较低,不符合建筑砂的标准,因此需要清洗 控制含泥量,水洗机制砂,推荐什么洗砂机? 洗砂机有两种,一种是液轮洗砂机,另一种是螺旋洗砂机 那么,哪种洗砂机更适合清洗机制砂呢? 这里推荐液轮洗砂机,原因如下,液轮洗砂机 它是结合砂石行业的实际情况而开发的 有单轮、双轮和三轮 它具有清洁、脱水和等级分类三大功能 设备结构简单,体积小,应用范围广 材料通过浸料槽进入洗涤槽,以完成清洁效果 清洁的砂石被叶片带走 从旋转的液轮上倒入出料槽,以完成洗涤和除杂 并具有以下优点 一,清洁度高,杀损失少 洗砂机材料清洁度高,洗砂过程中杀损失少 洗砂分级和细度模量符合国家标准 系列产品保持相对稳定 二,使用寿命长 机器传动部分与水、砂隔离 故障率大大降低 加上内部易损减少 做工精细,材料好,省钱长寿 三,高产,低成本 优化创新的轮倒洗砂机运行更有效 更稳定 工作效率提高10%至20%左右 每小时处理量可达260吨 而且设备体积小 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 为客户创造了更可观的经济利润 四,节能环保 跟随科技步伐 设计设备采用新型密封结构和全封闭油域传动装置 不仅可以节约水资源 工作噪音低 最终实现环保 实现绿色生产 迎接下一个清水和蓝天 感谢观看